大家好,我是Rico 这一课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DialogFragment的代码编写 我们继续来讲解 那么我们打开Eclipse 上一节课的话我们是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们在这个Button里面绑定了一个Eclipse 然后来判断这个 准备来判断我到底选的是哪个ReadButton 你决定我后面返回不同的Dialog的类型 对吧 所以我得先把它判断到 这个怎么判断到呢 因为这些ReadButton它是在一个ReadButton组 你可以通过这个方法 有一个方法叫Get 你看 你看 有一个方法叫Get Check的ReadButtonID 通过这个ReadButton组可以获得 当前选中的那个ReadButton的ID 那我拿到了这个ID 那么我用一个判断 因为我的每一个因为我的每一个里面的ReadButton 都不是有个ID吗 那OK 那我来给你switch比对一下 所以当它等于R.ID.annert的时候 我知道你现在选的是annert 然后当你等于这个Date的时候 我知道你选的你要选择这个日期 还有一个呢 这个如果是Time的话 那我知道你要要的是这个返回一个可以选时间的Dialog 那到底到底这个东西我们对不对呢 我们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打印一下 试一下 我们把这个注释里面内容改一下就行了 就很简单的 那你这个无非就是R.ID.annert 然后你下面这个一个是Date 一个是Time 对吧 Date Date Time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这个模拟器 是什么样子 好 先把这个退一下 因为它在当前 这在当前 好 嗯 再退一下 不是这个 是03 这个 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对不对 这选Date Time Ernert OK 就这 那OK 那这个逻辑是对的 那剩下就是你准备的这儿来开始写你的代码 好 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代码我们的思路又应该是怎么样的 OK 那你既然要用这个Dialog Fragment 那也就是说你其实它就是像一个碎片一样 它准备把这些它类置好的这些Dialog 像一个碎片一样的一个UI 它自己有一个UI来放到你的Activity里面 那说白了 也就是说 你准备在这个Activity里面去集成一个Fragment 所以你要自己去先定一个Fragment 所以比如说我叫这个 RecordDialogFragment 那么在这儿 那你这个是自己写的普通的类类了 对吧 那你现在要的这个负类 就是已经给我们系统提供好的DialogFragment 好 这样写 那OK 你这样写了以后 你第一个想象应该去思考什么 你就应该去看它它提供给你重写的方法 因为这个DialogFragment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 我们看一下它 你看吧 它肯定是Fragment的类类类 类指数它是一种特殊的 对吧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类类的Fragment里面 它又提供了一些和Fragment提供给我们不同的 什么方法让我们去重写 对吧 那么我们前面学生命周期知道 我们就是要在这些重写方法里面去嵌入我们的代码 所以你现在应该在这也去嵌我们的代码 我们把这个override 大概看一下 果然这里面东西和我们以前看的Fragment里面的方法有点不一样 对吧 我们回一下我们最先是这个onattach 然后是oncreate oncreate view onactivity 对吧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代码里面 出现了这些什么dismiss dismiss我们知道就是当一个UI元素 你要把它消失掉的时候 这个会带 会掉 对吧 这个是取消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show show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很多的view元素 你要显示的是掉的show 跟dismiss是一对的 然后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个里面 然后呢你会发现一个一个核心的方法 哪一个核心方法呢 你看一下这个方法 看 大家看清楚 这个oncreate dialogue 我重写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法最后返回一个dialogue 那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我初步的判断是什么呢 初步的判断就是最后 如果把这个record diagramfragment欠到index activity 这个方法避掉 这个方法避掉了以后 它会返回一个dialogue的对象给我们 那么这个dialogue你想一想 你像我前面说的这个什么anertdialogue 我们随便写一下 这个anertdialogue 你看一下它是不是dialogue的子类啊 对吧 那子类那ok了 那它只是这个dialogue是它的负类 那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具体去返回你要 要给这个它所附着的这个activity 什么样的dialogue的类型 所以懂了 所以它这个地方一定会用负类 不会用具体子类 这里面用什么样的子类 那是你的代码来决定的 是这样 那ok 那现在怎么把这个方法用起来了 那ok我按照我前面所学的知识 我们前面学的知识是把一个fragment集成到这个activity里面 我们当时是怎么写的 我们当时是我们当时是这样写的 我们是用的getfragmentmanager.begintransaction.end 当时添加的时候是需要一个布局的 现在我没有布局 没有布局 我们看一下这儿还有几个存在的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这个呢 它需要要一个fragment的对象 那ok newfragment 那我现在new谁呢 newrecord这个dialoguefragment 后面是个string的 string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暂时就不行 我给它一个空 然后呢 这个是添加 然后我commit 我提交了 那我看现在我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东西返回 我们看一下现在有什么这个效果 因为这个是按照我前面所学的知识来想的 必须要给这个activity去集成这个fragment 我们怎么来写呢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运行的效果 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现在突然就给我打了一个有点像那个anert的那个样子 但是这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但我们知道我们前面学过这个anert dialog 那么我们当时最后去new了anert dialog以后 最后去show show的话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 但是什么标题啊 按钮这些东西都没有 好了 你从这个东西你可以想象到 那也就是说 其实那个show的语句不是你调的 因为你这代码根本没写 没有写任何的show 那说白了是什么呢 说白了应该是你的这个dialogue里面 自带的就是把这个show的这个 show的这个语句出现了 那好了 那现在我就有点卡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怎么去去做了 没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文档 官方文档这个地方 你看它这有一个实例 它说新建一个basic的dialogue 应该怎么做呢 大家看一下 它写了一个mydialogueextensedialoguefragment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静态方法里面newinstance newinstance创建它的实例 你看这里面 在这里面去new了这么一个对象 看清楚没有 然后呢这个方法带了一个参数 然后这个bundle呢 是把这个参数放到bundle里面 然后塞 塞进去 这个f是谁呢 塞到这个mydialoguefragment的对象里面 好 那这个方法大家自己意思 然后呢下面它有uncreate 还有uncreateview 哇好多了 它重去重写了uncreate的方法 它去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uncreateview 又去做了一些试图的事情 这是我们大概读的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再看一下现在这个anotherdialogue 它的这个例子怎么写呢 就上面这个写法还是一样的 写 写法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就可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核心代码 大家看一下 这个方法里面 它根据传进来的这个参数以后 返回了一个anotherdialogue的对象 好了 那也就是说 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 那就是说我要根据前面 不同的这个选择来重写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根据前面的选择 我来干嘛返回不同的dialogue给它 然后我看它能不能把它附着到我的activity上面去 这个就是它的对吧 好了这个是dialogue里面写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 它又是怎么掉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在activity里面有个方法 叫shueDialogue 我们看一下怎么怎么掉的 它首先声明了这个 这个对 引用变量 这个对象 然后呢 它是new instance 掉了是这个方法 没有像我们去用那个 manager的bestraction来写的 然后呢传了一个参数给它 好 关键这一点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个这个对象 点shue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地方去传的getfragment manager 然后这还写了一个参数 它是这么去掉的 那OK 你学习这些东西 那就是有一个 学习任何一个技术 你都是有一个 就是先模仿 对吧先模仿 OK 大爱按照你的思路 我看了一下有点懂 但是又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就来写一下 好 那么这个 我首先判断了这三个以后 然后呢 我们知道它是选的哪一个了 以后呢 那OK 我们把这个类型 我们自己定一下 然后我们定义成public static int file int 那OK嘛 你这个就是想要 dialog的类型嘛 无非就是这个嘛 那么这个我给你一个标志为1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 然后这来个2 然后这个来个3 这个是一个date的 还有这个是一个time time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它写 那么就是public 它是一个静态方法 static 干嘛呢 返回一个 这个对象 它用的 它用的什么方法 它用的是名字叫做 unlue instance 那就算了 我就换一个方法吧 我就get instance 好参数 这个参数无非就是一会儿你获得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要 告诉他 我现在是想返回什么样的 类型的 dialog 那这个地方它就直接的 溜了 你们看一下 它是不是直接溜了 对吧 然后这有个bundle 然后去放这个参数 把这个传进来这个参数 参数最后放到这个dialog里面 因为dialog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 叫set 有个方法叫set set arguments 设置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的 类型呢是bundle 那没有bundle 那不好意思我就自己 lue一个 好 然后bundle里面是可以去添加数据 然后我自己bundle.put int 然后去给一个类型 你这个就是dialog的类型嘛 对吧 ok我这个大型 dialog 这个再写这个type type 然后呢把这个type的值 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 把这个 这个bundle 然后这个方法最后返回 它 返回它 好 然后呢 这个方法 到时候一掉了 掉了以后呢 就会来到这儿 来到这儿以后 就会给我们去返回一个 现在我想创建的 不同的dialog 那么这道立体只有ernet 而我们其实是有三种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把这个来扩展 对吧